道路一旁比人还高的杂草树木 与宽敞平坦 新完工的大制度形成强烈对比 不仅长满杂草 飞河道旁更是被人丢了不少垃圾 甚至被乱清到事业废弃物 乍看之下就像个小型垃圾场 杂草还有垃圾 因为你这个路没有通 很多居民都把垃圾当这里 没有人看到他们都丢在两岸嘛 现在是整治到这个中兴大学那边 到这边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整治完毕 希望我们政府赶快 替我们这个河川整治问题 赶快来积极的来做这个河川的整治 新社的人行道和栏杆 以及新种植的行道树 虽然为这条路带来新气象 不过路旁的景观 却让里长觉得很不协调 在地方的要求下 第三河川局也允诺 将会尽早派人来进行清除工作 希望就是说第三河川局 是不是就 把我们做一次 把我们做一个完整的整治 就是说要把杂草 杂木把它整治完成 使我们大智路 中心路通车以后 使这条路更完美 同时因为路灯耗制 迟迟没有送电 而封闭多时的大智路 在台电电线杆迁移之后 也会尽速进行相关工程 原大智路的路灯 它的电力还没有接通 那现在台电已经派工了啦 那今天下午会安排 跟台电的一个做个会看 跟他们确认管路怎么穿线 确定后它的功能 他们的承报商就可以进场做 电力的相关的配送 崔公所表示大智路 一定会在这个月20号开放通车 第三核酸局也承诺 届时会配合清楚一旁 和西费河道的杂草垃圾 让地方用欢喜心情 迎接道路开通 记者赖修峰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